世界上挂弹量最多的战斗机可以夸张到什么程度 就连中型轰炸机见到它都要撒鸭子狂奔 它就是大兔子家研发的歼16重型多用途战斗机 自从歼16战机问世 毛熊再也没从兔子家身上炸到过油水 接下来北风带大家去看一看歼16问世前兔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上世纪80年代 兔子从熊国买了不少苏27战斗机来衬场子 苏27的表现重规重矩特别符合兔子的胃口 不过到了90年代末期 随着各国的先进战机问世 苏27在超市区空战和对地攻击方面逐渐有些相形见处了 于是兔子拿着福特加再次找到了毛熊 表示愿意花大价钱买他们的王牌战机苏30 毛熊一听有赚钱的机会当即就多喝了几杯 奈何福特加喝多了糊里糊涂的就跟兔子签了100架苏30的订单 其中包括苏30NKK战机76架 苏30NK224架 酒醒后的毛熊总感觉自己吃了大亏 要求兔子购买了100架苏30战机使用的导弹必须得用他们家配套 要不然合同就得取消 兔子拿到苏30战机后发现它的性能确实不错 不仅有精确攻击能力 还可以在防区外打击目标 地形追踪能力也非常实用 于是兔子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毛熊的要求 不过现代化武器更新频率快 毛熊也不对苏30进行升级改进 久而久之就变得落伍了 这种被卡脖子的滋味兔子早就受够了 表面上兔子还在跟毛熊讨价还价 其实私底下早就开始了研制新型战机的计划 沈飞通过拆解苏27与苏30等各式战机 在歼11BS的基础上研制出了歼16多用途战斗机 这款战机攻防兼备 是一款全天候多武器共存战斗机 可以对空也可以对地 关键时刻还可以反舰 超视距打击与超音速飞行能力更是不在话下 歼16的出现让兔子彻底摆脱了被人掣肘的局面 接下来咱们去看一看歼16的火力到底怎么样